从附近店家提供的监视器画面 能清楚看到台中捷运施工现场 温馨北屯落口的工地 事发前一个小时车辆都能通行 台中捷运在进行钢梁吊挂的过程中 现场没有交通管制 民众回忆起都觉得匪夷所思 并表示由于台中捷运施工 过去吊挂工程几乎都在晚间进行 但最近都选在白天 而其实事发当天10号下午2点 远洋就已发现吊挂工程有延宕 立刻向台中市政府申请延长交通 维持时间到晚上8点 不过却在下班尖锋时间开始前 先行开放车辆通行 也没实时交管 没想到就在这天发生意外 远洋说的直白 但也图现吊挂工程中的明显瑕疵 招通维持计划更缺乏严格执行 如今量货相关单位恐将难受其救 记者综合报道